同样竞选纽约市日市议员不同选区的候选人陈倩文还有顾雅铭 两根双双挥出了双响炮争取连任成功 其中顾雅铭还在纽约市主记长刘艺纯 刘纯艺还有周仲议员金对席等多位社区人士的祝贺之下 举办胜选庆祝会 他承诺要继续为选民打拼建设美好的明天 今天非常高兴恭喜我们的顾议员 还有陈倩文议员再次连任 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也希望今天有很多华人出来投票 那我跟我们的新未来的市长白思豪 Bill de Blasio会跟他们跟他家人一起庆祝 我觉得有一个民主党的市长会对我们华人社区 移民社区有好处 我选上以后一定好好为大家服务 积蓄争取更多的经费给我们社区 我们民众有什么问题 主要他跑来我们办公室 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立刻好好跟大家研究 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为法拉斯的美好 尴尬努力 在全场支持的热情欢呼声中 顾雅明激动的上台致谢 他承诺选民他的选区办公室永远是开的 会尽力的为民众来分劳解忧 并且强调自己不会辜负选民的期望 未来会积极的争取图书馆 还有学校的教育经费 以及社区的安全费用 保障民众的生活品质 以及社区的健康